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又可以為你們帶來一集看你老師邊騎邊公購 今天在美國時間是7月14號 7月14號的星期四的晚上 通常這就是我們俱樂部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美洲 聚會 是什麼聚會呢 也叫做Thursday Cafe Hangout Night 這個東西是從老師發起的一個活動 那等一下老師在路上會再跟你更多詳細的分享一下這個活動是怎麼 的開始的 不過原則上今天老師又騎著我的 2007年的Ducati Sport Classic 1000S 這台摩托車去參加我們這台Cafe Hangout Night 這台車真的是老師非常非常愛的一台摩托車 那我們呢 現在呢就來把手套戴上去對不對 在老師做準備的這個過程中呢 我必須要big shout out to所有支持老師 做這一個 這個影集的所有的同學們 你們真的是超棒的 為什麼因為呢 因為你們的這些留言呢 真的給老師很大的鼓勵 而且也讓老師更有信心呢 想要繼續的做這個Model Video Vlogging 我個人是覺得很好玩 那也非常開心的很多的同學們 也這麼認為喔 Alright 現在發車一下 我們就來給他出去玩喔 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Oh my gosh man 這個聲音真的是很棒 這台摩托車絕對是 老師永遠永遠會留在我身邊的一台摩托車 繼續的留下來給我的小孩子騎對不對 然後他們也可以繼續的傳承下去 好啦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 出發 Let's go 就像老師剛剛有跟你們講到的呢 這個我們Thursday Cafe Hangout Night 到底是怎麼的開始的 我這個呢一切回到老師2013年喔 其實老師2013年的時候就常常會騎車 去 應該不是2013年應該是回到12年喔 12年的時候呢 我騎摩托車的時候呢 只要有空 有空閒的時候我就會把摩托車騎去 派克市場那邊喝咖啡 然後就是看著風景啊 享受一下人生 放鬆一下心情對不對 那真正的喔有 讓這個我們的俱樂部 參與的 這個時候 時間呢 是在2015年的時候 因為呢 老師呢 其實過去以前騎車根本就 不在乎說有沒有加入什麼 有的沒有的俱樂部 因為我覺得說 騎車自己騎來送就好啊 是在怎樣喔 這麼囉哩囉嗦對不對 不過呢 因為呢 之前的車友呢 有朋友就強力推薦說 Tom我覺得你的這種有沒有 領導的風格啊 還有就是說 各方面的這種 交際的人力也不錯啊 或許你可以參加我們的俱樂部 我想說 You know why 反正呢 當時呢 也有幾個人呢 是騎跟老師一樣的這種 Sport Classic系列的模擇 所以我想說好啊 順便加入一下 然後跟他們多聊一些車子怎麼改啊 對不對 或者是有什麼活動啊 忘記騎了忘記騎了 那就是在 2015年的時候開始呢 老師呢 就會偶爾在我們的俱樂部的網頁上 分享說 欸 今天有人要出來騎了 請了嗎 那原則上都是晚上 不過老師以前的這個騎車聚會時間是在8點 那時候真的是有點晚對不對 那很多人呢 其實很多我們現在聚會部的車友其實是來自 老師第一集講到那個Bellview 也就是伊賽 東邊那邊的城市 的這些車友 所以呢 他們有時候呢 要因為這個有沒有交通 的狀況 要騎了這個 騎過來 還是有點難 不過呢 現在 我們的這個 怎麼講 聚樂部裡面的 會員的 這一種 參與度 非常非常的踴躍 所以呢 再加上有沒有 天空非常的漂亮 這天氣好的狀態下呢 大家都比較開心 比較願意 把車騎出來 分享 打屁聊天 那原則上呢 李拜斯的這個Cafe Hangout Night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You know Bring out your bike 把你的摩托車 騎出來 臭屁一下 對不對 打屁聊天 聊說 有沒有 就像老師歌詞裡面講的 每一次出場都有新的亮點 沒錯 真的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 我們每次一群臭男生 搞很火的時候 有沒有 就會比較說 Gun 你怎麼又改這個 你又改黑了 哇塞 然後看到一個新的 一個新的改裝的這個細節 我們另外一群人就說 這漂亮的 一定要對著 對著的 有沒有 所以呢 真的是 每次出場都有一個新的亮點 如果你們不知道 這首歌的歌詞 是來自哪裡 我要 請去參考 過去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台灣 來自台中的老舌歌手 叫做 DOTTER T 他的一首歌叫做 什麼呢 夜騎 沒錯 沒錯 好啦 那 那老師呢 現在呢 就要 往前騎 騎到那個 有沒有 i5 一樣要走i5 而且這時候走i5 就是有沒有高速公路 金家的通口 所以呢 當老師呢 騎到那邊的時候呢 我就會暫時先把這個 Video關掉 然後呢 等會 在 快到那個派克市場的時候呢 我再繼續的跟你們分享 好啦 等會見 拜拜 好啦 現在老師呢 從這個i5 已經下來 這個交流道 那我現在呢 就要直接呢 走進去我們這個 西雅圖 市區 一條非常 有名的路 叫做Storch 或者是呢 Danny 是Storch嗎 應該是齁 Anyway 這條路呢 會帶老師呢 直接到這個 派克市場那邊 的這個 地點 來 隨便呢 讓你們看一下說 再去這個派克市場的路上呢 市區的樣子到底長什麼 一回事 那我們呢 每個禮拜四 每個星期都會換地點 其中一個地點 當然就是我們派克市場的咖啡店 就是第一家 這個有沒有 Storch 老師之前在這個人在施雅圖 已經有跟你們介紹過 如果忘記那邊的一些相關歷史呢 請回去看老師的這個 介紹 那另外一個地點就是在我們東邊那邊 Kirkland 的一個 Storch 它呢 那邊就是Kirkland的市區 有些人在住的地方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那邊呢 我們現在也是 佔據了一個地點 那 每個每週 每到禮拜四的時候就一堆人在那邊看我們騎 所以老師下次呢 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也會 騎著車呢 跟你們介紹一下 Alright 原則上 這個就是我們Downtown 你看現在這邊是第六街 然後一直沿著下去一直沿著走 就是第五第 第四第三 然後第二 那這個 Storch那個什麼 派克市場是第1街後面那邊 所以呢 老師現在就正在往那個方向走 那 順便一提 今天呢 老師其實要帶我們的這個聚樂部的 會員呢 騎去另外一個公園 海邊 海邊公園 因為老師這邊的這個路非常的熟 所以呢 只要每次我們是在這個 西雅圖派克市場 聚會的時候呢 我通常都會 7點到 7點大家到那邊 然後7點半 大家喝了咖啡完以後 我就直接帶他們騎去一些 西雅圖非常有名的 景點 相信我 有些人很誇張 住在我們這邊喔 或者是說 住在那個伊賽的人 他們呢 到現在喔 如果沒有老師帶他們去一些 我常帶他們去的一些景點 他們根本就不會去 所以呢 他們非常 喜歡這個 聚會 的原因就是因為呢 老師不只 聚會大家聊車 喝咖啡以外 老師還會帶他們騎一下 好啦我們看一下時間 原則上現在是6點54 那我們的聚會是7點開始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到了 老師呢 每次 雖然是以地主的身份 可是每次都會有人遲到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比較秋 對不對 這樣比較有派 OK Anyway 對 順便給你們介紹一下 你現在看到上面那個 鐵軌有沒有 那就是我們西雅圖一個 非常經典的老式 就是這個Metro 空中 不是纜車 就是鐵軌車 那這個呢 它的路線非常的簡單 就只有從我們的太空針 講到太空針 老師下次也騎一段 直接到太空針給大家看 從太空針到我們那個 Downtown這邊 就只有這麼一小段路而已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真的是一個 觀光式的交通而已 沒有什麼 太大的作用 好啦那你現在看到這邊 第四階 那你現在看到我這個 左 左邊 左上方有一個 Maisy的字眼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呢 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百貨公司店喔 Maisy如果要我拿來 跟台灣的百貨公司店 比的話呢 它就有點像我們台灣的 像Sogo 對像Sogo 沒錯像Sogo 對對對 那另外一間 比較高級叫做 這個什麼 Nordstrom 它就比較像我們台灣的 新官商業 Anyway 反正老師這樣邊騎邊走呢 只要看到什麼有趣的 就跟你介紹一下 OK 好啦 原則上呢 拍個市長快到了 等一下老師騎下去那個地方呢 就是過去 Tom Hanks 演的這個 西雅圖夜未明 這個其中 走下去的一個 場景路線 Alright man Sweet it Alright 武送 那 其實下次老師呢 如果有機會再次騎到這邊 我會直接帶你們去看一下 我們那個有沒有口香糖搶啊 是在哪裡 那老師其實這陣子呢 也有看到一個就是 有沒有看到前面的海景 很漂亮 對不對 很漂亮喔 這邊的路會晃得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你看 石頭路 今天有什麼 Café Campaign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原則上是一個很像咖啡的活動 好啦 那現在呢 老師在這邊 你看現在這邊就是 Public Market 也就是派克市場的 這個區域喔 那老師已經快到了 我現在只要右轉一下 看今天有沒有人比老師找到 我們來個右轉 已經一堆人在那邊了 又溜臉了 對不對 來這邊就是派克市場 有沒有看到右邊 很多人在排隊 對不對 那邊就是我們派克市場的 第一間店 結果真的 又一堆人 比老師 還早來 來 你看 這就是我們第一間派克市場店 對不對 好啦 靠腰勒 怎麼看到那個什麼哈雷沙小的 這幹什麼 出來亂了 真的是很討厭 我們每次聚會就有一堆有的沒有的 會來這邊亂 好 好啦 真的有一些車友已經出現了 你看 我們會長也有來啦 Video blogger man 唉唷 我們的強尼先生也來啦 很多人都來了 通常以前我騎車的時候呢 都直接停在 那個 店家的前面 不過呢 今天呢 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前面已經有人停了 所以我就沒有騎了 這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叫做John 你看他這台非常漂亮的 Tricoria 這個1098 非常非常的正點 老師真的很喜歡這一台 好啦 等一下老師呢 再繼續跟你們 帶你們騎之前呢 我們就先在這邊暫停一下 好啦 現在老師呢 要帶領我們的團員呢 去這個 另外一個海邊喔 你看有這麼多的摩托車 OK 常常會是這個警察的 有沒有 眼中釘喔 BHEME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騎摩托車 帥 好不好 恩道 要當帥哥 就是要有點冒險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行呢 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要走出 你的 Comfort zone 來 好啦 現在呢 老師要帶頭 靠腰 還沒發動 好啦 Let's go 有嗎 好我們現在要等大家 全部在老師的尾巴後面 我們才會出發 好囉 現在看起來大家都已經 好了 你看 老蛙在拍照 帥哥出巡 帥哥出巡 老蛙現在要帶他們大家去的這個地方叫做這個 Golden Garden Park 那邊呢 就是因為它是可以出海的一個地區喔 所以呢 這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海邊可以去那邊曬太陽啊玩水游泳喔 好 那就這樣老師說的今天是我們呢 美洲市的 Café Hangout Night 今天呢 美洲市我們呢 Ducati這一掛人呢 不是在我們西雅圖的這個 派克市場呢 聚集 就是會在Kirkland的 Starbucks聚集 OK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騎士麥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直接在一個Larry Larry的這個 Street 街 左轉 所以呢 請幫老師看一下 這個路牌 因為你們朋友說真的 我還不是很熟這邊的路你知道嗎 不行出糗對不對 要裝作若無其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帶我旁邊的這位 Adam 我的朋友Adam 拿著這個Google 這個Google map幫我們導一下 對不對 沒錯 通常遇到這種 怕丟臉啊 的事情 絕對要hold throug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裝作若無其事要非常的酷 不可以讓大家覺得就算走錯路 他媽的亂鬧也要鬧到你要去的目的地 對不對 絕對不行停下來問路人說 請問一下 那邊要怎麼走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看到 沒關係 原則上老師其實是知道路啦 只是說因為我平常去那個海邊啊 我很少會走這條路 會很少從這邊走 都從我家那邊走去喔 所以呢 就是啊 這邊的路其實不太清楚 不過我大概知道整個方向要怎麼走 原則上我們現在這樣走就會走到了喔 意思說這樣我們這個聚會 從以前老是幾個好朋友啊 其實應該是說先從我自己開始 我那時候呢 自己一個人就是偶爾都會去那邊喝咖啡嘛 然後再來就幾個朋友開始也買車 所以我們就開始好幾個人 兩三個人 就這樣聚一聚 在那邊 聚會喔 聚會喔 每個禮拜都聚一次會這樣子喔 然後呢 來這邊一個很漂亮的風景 這個就叫做 Beller Bridge 很漂亮有沒有 前後 這個左右都是一些 停船的地方喔 不過這些都是比較屬於 商業用的船 有沒有 這邊喔 Kawasaki Kawasaki 抄車 你好好看 跟你說 沒關係 我們今天喔 帶頭 不行失色 要好看好不好 好住 好住 好啦那邊就有一些海景了對不對 非常的漂亮喔 這邊的路也不是很好 好 OK 很奇怪喔 今天早上呢 這個天氣非常的溫暖 非常的熱 結果呢 現在晚上就有點冷冷的 冷冷冷冷冷 來 看左邊 現在就是很多船 沒錯 這就是很多有錢人的船 要停在這邊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去這個 Golden Garden Park 這個地方找一個 不錯的停車位 然後來看這個 夕陽 不過因為 今天的這個有沒有 今天的這個雲啊 好像有點遮住 太陽齁 所以好像也沒辦法看什麼夕陽齁 但無論如何 是OK 對不對 好玩嘛 車隊有沒有 That's how we do it Daily OK That's how we cruising Ducati for life 啊哈 繼續騎喔 好我們這邊來給他左轉一下 現在就要來找車位了齁 我們這麼多摩托車 也不知道怎麼找 沒錯今天蠻多厲害的兇器都有來喔 好 這是看你老師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就是 西雅圖的Golden Park 非常漂亮一個海邊 下次有機會呢再跟你們詳細的介紹 這個地點的一些詳細 好啦這次看你老師 下次見 掰掰